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许多仅存的历史建物 面临失去修缮 不断荒废的命运 让人痛心 历史的淡水 逐渐消失在时光之中 往日的风华 不再复还 在新北市淡水区 议员蔡锦贤 来到市定古蹟 施加古错前 指控古宅挡到道路开发 要求迁移古蹟 尽速开辟重建界的道路 议员蔡锦贤表示 淡水六号道路 在1989年就完成征收 2005年 却指定施加古宅为古蹟 原地进行修复 造成道路无法施工 施加古错 建于1860年代左右 历经清代与日治时期 房屋的建筑 融合了许多西方思潮 成为在淡水地区 相当有特色的传统民居 在建筑形式上来说 建筑史的角度 它有这种 从西方引进来一些 我们本身不是过去 台湾传统文化的一些 装饰跟施工的一些材料 可以印证我们这边淡水 从海外的一些 过去的经商贸易 带来一些文化上的一个融合 同时施加古错的位置 就紧邻着妈祖庙 见证淡水开港 在清淡时的繁荣 也成为在淡水河沿岸 少数仅剩的历史古蹟 你想想看 今天我们在淡水 尤其是我们第三缸 五湖岸 第三缸的妈祖庙的这个 这个铁垫是我们的传统淡水的 最重要的空间 那我们今天只要说 这个房子已经存在了 所以我们很努力 因为施加古错具有文资价值 经过民间的紧急抢救 指定为试定古迹 这也因为施加古错 挡到了道路的开发工程 于是修复预算 在议会遭到冻结 让整个修复工程停摆多年 形成修一半的残破景象 因为当然也是关心地方建设 但是那个 因为这个是市令古迹 那还是已经有 它的文化资产的身份 那当然就是 大家一起努力找出一个 能够平衡的地方 兼顾地方发展 又能够保护文化市场的 一个方法 其实在淡水地区的历史建筑 不是只有施加古错 面临停休荒废的命运 在山坡上的淡水 临选镇长宿舍 因为见证地方的 治理发展历史 在指定为历史建筑之后 修复重建也停顿 成为另外一个 荒废的历史建物 民选政党关系 它这边的一个文资神医 你认为说它这个人在地方上 它有一定的意义存在 所以就保留了它这个救赎社 但是我们所目前看到的这个案子 它不是所谓的修复案 它是一个重组案 重建的案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一个材料都是新的 那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 它停顿的时间也非常久 已经超过它的完工期间非常久 淡水文史专家肖文杰表示 在文资法规上 淡水镇长宿舍 指定为历史建筑 就算面临坍塌 只要重建就好 失去了原污保护的精神 那最主要的问题来讲 例如说我们讲到所谓的历史建筑这个部分 在法规上面它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保障 也就是说它万一倒掉怎么办 那这个法规上面是比较没有强制性说 我非得要去修它 同样的 在公路旁的中野宅 有巴洛克风格的洋楼建筑 以及另外一栋淡水景观宿舍 用天棚围离战时保护老物 但是其实内部已经腐朽不堪 而这些都成为淡水区该保存 这长期不休的历史建物 淡江大学黄瑞茂老师指出 这些沿着山坡而建的建筑群区块 就是最能够展现淡水风华的历史建物 呈现当时观看淡水的视野 这个区块我想非常的不容易 它从清末到现代 几乎维持当时的一个视野 所以这块地景其实它凌固了 大概从清末到现在 非常多的这种文化的经验 所以这也成为世界遗产潜力点 一个核心的价值 但是因为修复预算冻结 或是修复工程延缓 让淡水有许多重要的历史建物 成为荒废崩塌的废墟 让许多文化人士感叹 因为一栋古迹挡住工程开发 就让许多历史建物受到牵连 造成失去修缮不断毁坏的命运 他们是被施家古厕连坐的 就是淡水小学校礼堂 对 然后那个中野宅 淡水那个景观宿舍 离这边比较接近的这一些 对 通通都收到连坐 就是他们的意思是说 那个淡水的古迹的修复呢 那施家古厕要先处理 怎么处理呢 那个他们的复案是 把它迁到一滴水的那个附近去 旧有的古迹不修缮 但是新的开发却不断来临 在新北市政府内 正在环评审议的 户伟益文特区BOT案 释出了国有土地 要兴建饭店 百货公司 以及文化戏台 期限是五十年 政府释出国有地 以新建益文特区为名 实际上是招商新建饭店 百货公司 大型的新建筑 让原本的淡水文化地景消失 成为淡水开发的新问题 最近我们也看到 新北市政府花了一个包 要做BOT 这些土地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公有地 那为什么政府会用它的公有地 来破坏 政府自己讲说这个地方是世界遗产潜力点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一个冲突 淡江大学黄瑞茂老师指出 淡水有许多的BOT案正在进行 而其中未来在小白宫旁 新建高楼层住宅 更是将淡水的原有风貌破坏殆尽 这个艺术工坊到小白宫前面 就是那一栋二十三层之间 还要盖七层七栋的十二到十层楼的建筑 未来将用BOT的方式放到市场上来 环市淡水沿岸的开发 耸立许多高楼层建筑 黄瑞茂以失控的溶积率 来形容淡水在大开发下 完全变调的古镇风貌 得到溶积奖励应该它对公共空间 公共的部分有一些帮助 可是我们看到 现在所有溶积奖励都变成是当然 所以就没有地方特性可言 就跟当时溶积奖励这个事情 被用出来其实要形成 各有表现 这个溶积率的精神在这里 可是现在几乎就已经变成是 又变成是没有造成 反而变成是一个破坏的工具 淡水一直被视为台湾申报世界遗产的潜力点 但却是旧有历史建物任其荒废 新有高楼建筑不断破坏景观 负责保护文化资产的政府单位 对于淡水区域性文化景观的保存 至今都没有完整的保护计划 只能说是市役的潜力点 那再挑几个重要的来做推动 因为现在文化部也在推市役的潜力点 那我们跟文化部来合作 那全国各地都有 那我们挑淡水地区比较经典重要的点 来跟配合文化部做这样的一个进产 这区域型的计划 比如像北门 它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计划 那淡水会不会有一个这样比较整体性的大计划 这个我们可以再评论看看 黄瑞茂指出淡水在巨变 保存不能单点式的单栋保存 而是必须以生活在历史区域的视野 开启生活式的保存 让谨慎的淡水风貌 不要再恶化与破坏下去 所以在最近我们也提出一些观念叫都市景观 这个大概也是目前联合国在推 所谓这种保存区 或者是世界遗产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这个保存不是为了 不只为了过去 它同时也是为了未来 所以它在挑战我们现在的人 怎么样去做这些事 我可以去修景 可以去保护 可以去有一些新的真理 再利用等等 所以这个再利用也是为了 我们现代人要在这里生活 淡水在变 有更多的开发 更多的高楼取代了历史建物 以历史文化文明的古镇 渐渐地变成现代的商城 申报世界遗产的愿景 在更新的街区 轻毁的老屋之间 如同一种反讽 当所有的历史景观 淹没在开发的巨轮下 淡水终究走向消失的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